2月26日在地中海发生移民传难事故 这场传难至少造成了70多人死亡 其中包括10多名未成年人 教宗方济各3月5日送念三中金之后 再次为这场传难罹难者祈祷 教宗特别谴责人口贩运者 教宗说 愿这些希望的航程不再变成死亡的航程 这场传难发生在意大利南方卡拉布里亚地区 南部城镇库特罗海岸 3月5日大约有5000多人参加 在意大利南部移民悲剧发生地点的苦难站追思礼仪 他们呼吁建立一个欢迎和包容的欧洲 一件灰色的小运动山躺在库特罗的海滩上 部分覆盖着从海里冲上来的沙子 耳蜿石和碎屋 有人在他旁边做了一个小祭坛 摆着蜡烛鲜花和十字架 在岸边70多具移民的尸体已经被打捞上岸 库特罗和周边地区的人们在一个巨大的倾斜的木制十字架后面列队前行 所有邻近城市的教友在游行中轮流肩扛十字架 大主教和伊玛木必肩同行 人人都祈求上主垂帘 愿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